上课听讲想听天书 我想辍学 我爸不支持我 还揍我怎么办 这不是巧了吗 你上课想听天书 我上课想听大悲咒 咱俩半斤带八两 这位小伙伴别激动啊 学习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上学可以让你快速的成长 为以后不如社会做好准备 至于你爸爸揍你怎么办 如果我是你爸 我也会揍你 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可能像大的你 学习一般不够出众 但是你绝对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学习是需要掌握方式方法的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 成绩就一定会有所突破的 所以一定不要心急啊 在这里我也想告诉大家 绝对不要有辍学的想法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啊 一定不要冲动 人生没有捷径 在这场旅行中 重要的并不是终点 而是沿途的风景 希望大家通过不断的努力与拼搏 都能学业顺利 事业有成 最终给自己一份满意的打卷 好的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